好這個當節我們開始來介紹呢 有關Fire Server怎麼去建置一台Fire Server 好那我們這邊可以看一下 我們的虛擬機器呢 我們這台已經裝好一台SERVER 2019的 SERVER 那我們要特別注意一下 在安裝好一台機器的時候 伺服器的時候 或者電腦的時候 除了要給它IP不要衝突到以外 還要有電腦名稱 那各位呢我們開始都還沒跟各位講到電腦名稱這個東西 對不對 那電腦名稱請各位呢一定要做一個修改 知道吧 修改呢讓你的電腦的名稱 能夠跟符合你現在的需求 所以呢我們現在可以來改一下 這個是SERVER名字是什麼 是屬於虛擬機器的名稱 對不對 那各位呢你的電腦名稱跟虛擬機器的名稱建議是一樣的 知道吧 建議一樣 但是呢因為我們現在大家這一台機器都外網連在一起 所以都一樣是大家都會衝突到 對不對 所以呢我們來改的時候稍微修正一下 來我們點一下電腦名稱 好這裡呢 按著電腦名稱就出現系統內容 我們點選這個變更 好變更之後呢這裡有個電腦名稱的修改 我們來打 直接改掉 把跟我一起打 WIN SERVER 好 減號 然後呢我們是05嘛對不對 然後再加上你的座號 你現在位置的號碼好不好 你現在位置的號碼 沒關係用你的座號好了 座號 大家座號不會重複 跟你的位置不要一樣 沒關係 1號就打01 6號同學就打06 這樣知道嗎 好 好 那我是00對不對 好打完之後按一下確定之後呢 這個設定好我們的電腦名稱必須要重新啟動電腦 好所以你按一下確定 按一下關閉 好讓它立即重新開機 好這個開機不會花太多時間 我們就把它重新啟動一下 相同的 我們的 肯耐端 也是一樣 對不對 肯耐端的電腦怎麼改 當然我們這一台呢 你可以從我們的 檔案總管裡面 開本機 按右鍵選內容 這裡呢 有一個 變更設定 能看到 好 點一下變更設定 我再點一次喔 在我們的檔案總管 開起來 這裡有一個本機 按右鍵 選內容 好這裡有一個變更設定 好這裡一樣呢有一個叫變更 好這裡呢我們一樣來打一下 W IN 10 Dash 10 Dash 有沒有我們就我們的座號 這是00 就用你自己的座號 1號就打01 好按一下確定 這台機器 一樣讓它重開機 好 重新啟動 好 都重新開機完之後呢 我們就去登錄一下 好這個呢 輸入你的密碼 好這邊 一樣呢 色違一樣 輸入你的密碼 好 好 那登錄完之後呢 我們就開始準備來開始介紹我們的 Fire Server 好這一台呢 Win10 跟你在上課的時候 是不是也是一樣用 轉到Win10的時候 是不是一樣是這一台Win10 對不對 是不是一樣 這台是不是Seller 對不對 是不是我們後面這台Seller 意思是一樣 只要我們的功能是只要做這個的話 那我們來看一下來我們來開啟我們的 遠端座面 這一台是不是有啟用 對不對 好這台啟用呢 你可以看一下呢 誰可以連進來 是不是 Administrator 對不對 好 這台已經檢查完畢 那Win10這台呢 怎麼去啟用 一樣 在我們的本機 按右鍵 選內容 好這裡呢 有一個叫 系統 遠端設定 我們看到 點一下遠端設定 好這裡就有一個遠端有沒有 這裡是不是有一個叫做 不允許遠端登錄子電腦 跟我們的Seller 設定是一樣的畫面 只是位置呢 你要找一下而已 好 允許 之後我們來看一下 選項使用者 是不是你剛剛自己 建立的那個使用者 有沒有都看到 好我們按一下確定 確定 好 那這台呢 我們當然要去連線看看能不能用 對不對 看看能不能管理它 所以你可以透過這台Seller聯鼓來 連到這一台 你看 你看我們是不是這一台按 執行 MSTSC 我去管理什麼 192.168.90.106 我這一台是106 對不對 我來連線看看 好 我來user 我自己的名稱 我來自行的名稱 我是不是在這台色惑呢 色惑靈魂是不是可以管理到我的這一台WINS了 有沒有 對不對這邊是登出了 這邊是登入了 是這樣子 所以這邊是也可以遠端管理的 好我再把它關掉 這樣就可以了 好那我們給各位的一個 狀況是什麼狀況 我給各位的練習呢 是一個很實務的 現場的練習 不是用模擬的 所以我要把這兩台機器都關掉 HIP管理員對不對 是不是那兩台都在執行 對不對 好我們就把他關掉 對不對 就是用你的本機 這台本機呢 你可以想像說 你是不是在別的地方 對不對 在同一個內部裡面的別的地方 有沒有 你的電腦是不是可以連到我裡面的兩台 對不對 那你現在如果有一台Notebook接到我的網路 是不是一樣可以連線 IP如果設對的話 不要衝突到 是不是一樣可以管理到 我裡面的這兩台機器 對不對 是不是一樣可以管理到 那我的意思是說呢 你要去習慣一件事 你不是在本機作業 你本機是不是都是透過 HIP管理員來管理 開啟那麼小的視窗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呢 你要去作業的時候呢 基本上我們就是 從外面來管理它 知道吧 好我們已經建立兩台 虛擬機器 一台是Win Server 05 零零 一台是Win10 我兩台 我們透過遠端的方式 來管理我這兩台機器 而不是呢 透過我們的Hyper-V裡面 這裡呢 按右鍵選連線 按右鍵選連線 因為這一個部分呢 你是什麼 你是要連到主機嘛 對不對 那當然各位要習慣要切換畫面 習慣切換畫面 好不然呢 你一直要在這個 等到你真的實際要派上用場的時候 你切換畫面會不習慣 你看一下呢 現在這兩台機器 你要去知道 這台機器 我們可以呢 SERVER 05 我現在點到的是SERVER 05 知道吧 你也是喔 來我們開他的伺服器管理員 你可以看到 這個IP是不是90.100 對不對 那你的IP是101102 這裡可以看得到 我們現在在管理這一台 知道吧 好 那我們這邊把它縮小 你不要按錯的位置 現在是在這個框框裡面 知道吧 好我們開這個裡面 SERVER裡面的 檔案總管 開起來 那檔案總管開起來之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裡有個D槽 就是我們早上有練習過 對不對 好我們呢 這裡呢 我可以把全部資料夾先刪掉 先刪掉 先刪掉 把它往清空 來我們這裡呢 來建一個資料夾 新增 資料夾 好我們來 新增S HARE ED SHARE 我是不是在第一磁鐵機 建立一個SHARE 這個資料夾 好這個資料夾呢 我們是當成主目錄 我們要分享 共用 給我們的 這台WINS來連線 來使用 那當然呢 連線呢 第一個除了你要設定 資料夾的權限以外 你還要設定使用者 好那我們現在呢 這台機器的使用者是不是 只有一個 叫一個Mutator 對不對 我們先用Mutator來做測試 好這邊呢 共用呢有分兩種 一種叫共用 一種叫安全性 共用呢是 各位想像一下 在我們的 這一間 四樓的教室外面 對不對 我們是不是有一個 前面有一個大門 前面有一個玻璃門 那玻璃門是不是大家都可以進來 對不對 進來到教室裡面之後呢 是不是教室只有我們班才可以進來 404只有404的同學可以進去 所以大家有各自不同區 但是門口是不是要全開 對不對 要不然是門口都要不全開 是不是也要設定你們 我就要多設好幾次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的共用 就等於是叫大門 所以我們要按右鍵 選擇這個Share這個外面的大門 按右鍵 主目錄呢 按一下內容 好這裡有一個共用 共用就是把我們這個資料夾 共用出去 來 等一下共用 好這裡有一個 好這裡是不是有一個共用 這裡還有一個進階共用 對不對 他一般呢我們做臨時要用的話呢 我們可以用很簡單的共用 趕快共用出去 然後用完就把它關掉 那那個部分用什麼地方 可以用這個地方 按右鍵 存語 存語 授語存語權 給予 某個人 好這個地方呢 我們後面再來做 好不好 簡單的後面再來做 好我們先來講哪一點的內容 共用 好共用之後呢 我們來點選這個叫做進階共用 來點一下進階共用 好我們這個資料夾沒有共用出去喔 所以說呢 我們要把它打勾 好 他的共用名稱叫SHARED 好這裡有個什麼 同時操作人可以多少人 是那麼多人可以操作 對不對 我們不要那麼多 其實也不會有那麼多啦 我們來設個10個人就好了 好自己一個再加10個 好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裡有個權限 好這個權限 來點一下這個權限 好權限點了之後呢是不是看到 這叫AV1有沒有 每所有人都可以做什麼 讀取 變更 完全控制對不對 是不是有三個設定 我們先看一下簡單的讀取 讀取是否可以copy出來 變更是不是可以什麼 變更內容 對不對 完全控制怎樣 就是這兩個都可以 意思一樣 知道吧 我把這個拿掉 這個勾了是兩個都可以做 好我們先 好先做完全控制好 這樣知道嗎 完全控制 好了之後呢按下什麼確定 好 這裡再按下上一層再按下確定 好這裡是不是叫 共用出去了 那路徑呢我們現在是不是這個樣子 他是AV1 對不對 但是呢這個是什麼大門大家進來的 但是呢要進到這個資料夾裡面去的時候呢 要透過哪邊 透過安全性 安全去呢 管理裡面的權限 我們來看一下 安全性點一下他 各位呢你可以看到 這裡是不是有一個叫Administrator S 對不對 這是一個群組 好那我們等一下給各位介紹一下 這個群組呢我們現在是什麼事都沒做 對不對我們只做了一個共用而已嘛 安全性我們沒有設定嘛對不對 但是這些權限的來源是內定的 知道吧 內定的 好內定的呢你都沒動的時候呢 當然你 一定可以用 因為這裡有設定 完全控制 對不對 User 是不是只有 讀取列出讀取 這是內定的 針對這兩個你稍微看一下喔 讓各位特別看一下而已 好這裡可不可以改 這也不能改 對不對 好 那我們現在呢 做好之後我們呢 這個這邊做好了 我們就把它關閉起來 好 這樣呢 很簡單 感覺已經做好了 知道嗎 好這台機器的IP 來我們現在呢 開啟Win10 Win10 Win10 好現在我是直接換一下Win10 就在這邊了 好開啟Win10的檔案總管 好 好我們今天呢 要連到呢 這一台 Servor05的話 你要先知道他的IP 當然或者電腦名稱 我們來按一下 本機這邊 本機 檔案總管這裡有個本機 按右鍵 有沒有一個叫做 連線網路磁結機 好 好等一下他 跳出一個叫 網路磁結機 有沒有 連線網路磁結機 這裡是一個磁結代號 好 你可以去設定你的磁結代號 用什麼號 好他從底下開始往上 好這個資料夾呢 好你要看他這裡有個範例叫做 反斜線兩個 知道吧 不要打錯了 反斜線兩個 再來是Servor 再來是Share的名稱 所以呢我們的反斜線兩個可以打Servor名稱 因為我們是內網 或者你要打IP 有沒有 好我剛的IP是192.168.90.100 對不對 好底下的哪裡 是不是叫 S S H A R E D 是這個名稱 你要連到這一台電腦裡面呢 剛剛我所共用的這個名稱 對方也要知道 如果不知道也不能點 知道吧 好所以你要告訴他 我要共用的這個名稱 是不是剛我們的Servor05 這邊所共用的就是這大牆 對不對 好 這邊好了之後 再來呢 你現在這一台登錄的使用者叫什麼名字 是不是你自己的名字 是不是叫Atomic Channel 是不是 不是嘛 對不對 那不是的話呢 你就不能登錄 因為你要Atomic Channel 或者 User 你裡面也不是User 所以呢你可以按一下完成看看 它是不是出現一個什麼 帳號跟密碼讓你登 這樣知道嗎 所以我們是不是要輸入這一個的帳號密碼 剛剛是不是叫什麼 Administrator 是不是輸入你的密碼 好那我們先不要記住認證 先不要記住 按下確定 好有沒有看到一個資料夾就跑出來 就跑到這裡了 看到沒 好這個資料夾我們要互相應用喔 這邊按右鍵新增一個資料夾 我打一個資料夾呢 好新增一個叫 1 1 對 打完之後 來我回到Win10 Win Server 這台 來看一下 這個Share裡面的資料夾 是不是跟著有一個資料夾建議 再回到Win10是不是可以看到這個資料夾在這邊對不對 好那我們剛剛呢 的權限的設定是什麼 是不是設定 來我再來改一下 新增一下 再回到Win Server 05這邊 來看一下是不是多了一個222的資料夾 你看是不是這樣兩邊在切換 你要不了解你在哪一台 知道吧 這台是不是客奈端 這台是不是server端 對不對 那你這邊的資料夾 這個連到他的server的資料夾 是不是要把檔案存到這個資料夾 那這個資料的存在哪邊 是不是存在我們的D槽 D槽我們再回到我們剛剛的Hyperby管理員 是不是放在我們的 D槽是不是放在我們的 HD 05之1 的點VHDX 所以我們最後是不是要把 HD 05之1這個VHDX 被備份下來 這才是我們裡面的資料 server壞掉是不是可以重裝 這裏面的檔案呢 沒有辦法重打 對不對 所以這一個檔案是不是要有空沒用去備份 我是不是這樣反推回來 這樣你就要知道這個重要性 好 我再把它收回來對不對 那你是不是用冷卻的登錄了 是這樣子 那你就可以去登錄 那我們在這裡呢 我們來這裡呢 怎麼樣要中斷怎麼辦 這裡按右鍵 點這一個 Share 按右鍵 有一個叫中斷 好 你把它中斷 好按一下是 中斷連線 那這個呢 他們要馬上 馬上更新 所以你點他一下 下次不能點了 知道嗎 你不要看到有一個 路徑就覺得說 這個可以 好 我們要關掉再從開始 那個這條夾 那個路徑是不是不見了 對不對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剛剛是用管理者的帳號登錄 當然我們一台SERVER不可能讓管理者的帳號給所有的使用者 所以我們會在這裡呢 這個SERVER裡面去建一個使用者 那這台SERVER現在是本機裡面的使用者去哪裡 各位來看一下點我們的伺服器管理 伺服器管理 好這裡有一個工具 底下一個電腦管理 電腦管理 好 電腦管理前面有介紹過 是磁碟管理這邊 對不對 那你來看一下 這裡呢 這一台SERVER05 這裡有個中間 有沒有叫 本機使用者和群組 好 這裡的箭頭往下你看到有兩個資料夾 一個叫什麼 使用者 一個叫群組 好 使用者跟群組 這裡可以幫我看一下 使用者是不是到這裡 對不對 這裡面的箭頭往下 表示這些都是下線的 停用的 不能用 知道吧 好 這群組有沒有 是不是多了一些群組 兩個人 兩個人像叫群組 對不對 那 在這邊的建立使用者你可以這樣去區分 我哪些人 符合什麼群組 我去設定群組就好 是不是這樣子 這樣同意是吧 那當然我們現在建立的使用者不可以是Admitrator S 不可以是這個嘛 如果是這個時候他是不是就是管理者 對不對 因為呢 各位再看一下前面這個資料夾 我去D巢這邊 Share這邊 我按右鍵學內容 大門是不是大家都可以進來 對不對 大門大家都可以進來嘛 AB1 好 我們進來之後呢 我是不是要去管理是不是安全 安全是不是 S 這個群組 是不是他有完全控制的權限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看使用者等於這個權限是不是就麻煩了 對不對 所以呢 來我們就來看一下 對不對 我們呢 這一邊呢 我們來限立一個使用者的時候 來建一個使用者 這邊空白的地方按右鍵 新增使用者 好我們等一下使用我們的 大家都適合一樣 USER 01 密碼 密碼一樣 好這邊的勾選呢 我們先暫時 先不去理他 就把這個嘎勾拿掉 先把它設成永久有效 一些Windows的設 一些特性我們後面再慢慢跟各位介紹 那我們先看一下這邊的使用者 我們就建立一個使用的USER01 密碼 密碼 把勾選拿掉 設成密碼永久有效 好 好之後按下建立 好 按關閉 我是不是建了一個USER01 這個USER01你要知道他的特性 新這個使用者呢 你可以按右鍵來看一下他的內容 他內定值呢 好看一下他成員 內定值是不是到USERS USERS 所以說呢 在Windows Server呢 他幫你建一個使用者 建立好這個使用者之後呢 你建立好這個使用者呢 他會自動把這個使用者加入到一個群組 這個群組的名稱叫 USERS 知道吧 那也就是說你看這個使用者是不是 回到我們剛剛這個資料夾 看一下這個資料夾 這個Share對安全性的資料夾看到 USERS 一鍵了是不是就可以 讀取 執行讀取 有沒有 讀取執行跟列述這個讀取 如果我要這個USERS呢 對不對 他只能看 不能讀 那是不是這個功能就三個都有了 他就可以call檔案了 好那個權限的好一些小關係我們後面慢慢等一下再講 來 那這些你是不是看我們建了一個使用者是不是內定的這些都是內定的喔 我安全性是不是都沒有改 對不對 他內定是不是adumtreet s這個資料群組 跟user這個群組 這兩個群組都是加在內定的群線 對不對 是針對share share 這個share資料是什麼 知道嗎 好我再把它關閉 好所以說呢你可以看一下我們現在的是不是建立好了 對不對 對不對好我們再回過頭來到Win10 好我們一樣再來做一個連線 連線網路磁鐵機 好前面去過的呢有沒有看他幫你記起來了 知道吧 好剛剛我們沒有記住vmr就是要讓各位呢再來登一次密碼 好完成是不是輸入密碼 帳號密碼 好啦密碼是什麼呢 user01 再輸入密碼 好按一下確定 不要記密碼 一樣現在一樣是登入這個share這個資料 一樣登入到你的spire server 你看一下這邊 剛剛是不是可以新增資料角 對不對 來按右鍵新增 資料角 我們看一下 那個使用者 users 對不對 他的內建的使用者群組有沒有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 剛剛是不是 可以建立資料角 對不對 你看一下 這個群組裡面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低潮這個share 我們現在回到server這邊 你看一下我的server 這邊呢你可以不用去 看你的螢幕 你看我的螢幕 我現在在跟各位講特性 按右鍵選內容 安全 這裡是管理者 你一看管理者呢 是不是 通通有修改讀取什麼都有對不對 可以寫入代表什麼都可以做 那你users你會覺得說只有一個讀取 列出跟讀取 應該是不可以 做寫入對不對 但是呢你可以看一下 幾項 是不是一個特殊存取學線 你會覺得你是錯的 應該是不能不能新增資料角怎麼可以呢對不對來我們來看一下 進階 對不對 進階裡面呢 這裡是有一個 特殊 這裡有一個特殊 這個users的特殊 這個users的特殊 這邊都是存取的權 有沒有 所以特殊有沒有 特殊裡面呢 我們再看一下檢視 檢視裡面呢 你看還是特殊 特殊的存取權限對不對 那這裡面在顯示進階的權限 有沒有 他是不是可以建立檔案 跟建立資料角 對不對 所以說呢 users是不是也給你的一些這樣的權限 當然也不符合我們的需求 我們如果說我們要讓users領域只能做什麼 新增 下載 檔案而已 不能夠新增資料角 不能夠刪除 是不是不能有這樣的一個權限 對不對 所以說呢 他的內定的使用者 不是我們的需求 所以我們就要去改他 知道吧 要去改變 好那接下來我們就要做一個改變的動作囉 這邊我要取消掉 先取消掉 好我們的win10之一呢 一樣我們先把它登出 先把它中斷 中斷 等一下我們回過頭來再設定一下 現在可以新增對不對 我們再中斷 我們再回到我們的server這邊來 一樣我們到share這個資料夾 按右鍵選內容 等各位一下 到安全這邊 入口我們就不動了 因為入口我們叫他 所有人都可以進來 對不對 好安全性 好這時候呢 你來看一下我這邊的帳號使用者是不能改的 你看看這裡 我按編輯 對不對 這裡 可不可以改 不能改 知道嗎 內定 是不能改的 所以說你看你要在這裡呢 去把這個特殊全新改掉也不能改 所以他要改的話呢 我們要做什麼 要去先把 這一個權限先把它複製下來 那複製下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 按下進階 好不好 好我們的資料夾的一個特性是怎樣 他會去 繼承上一層的一個權限 那所謂上一層的權限是什麼呢 我們來看一下檔案長管 上一層是不是叫 D槽 Share的上一層是D槽 那D槽呢 我們來看一下D槽的權限 按右鍵選內容 他的一個安全性 是不是這樣子 他幫你複製下來的時候呢 去繼承的時候呢 你可以看到這個繼承 他是不是繼承 有沒有 繼承來自DDDD 有沒有看到 所以我們首先要先把 我原來的權限複製下來 或者不要複製都可以 你就要重新再新增 那我們的複製怎樣呢 你可以停用繼承 停用繼承他問你啊 你要將繼承權限 轉換成物件的權限嗎 或者移除 那你如果不確定 我們就先把 先把他繼承下來 是不是全部繼承下來 這裡還是變得無了 所以他是獨立的 獨立可以修改的權限 這裡變成可以獨立修改權限 那這個好了之後呢 我們就按一下確定 好了所以你看一下這邊 現在的Administrator跟這個User是不是都可以黑色了 變成黑色了有沒有 好那你看一下呢 我們這個特殊還是不能改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我們是不是可以去做修改把這個User拿掉 對不對 好我們來編輯 因為管理者是不是一樣都要能夠完全控制 對不對 好那我們把User呢把它移除掉 好這兩個權限因為他沒有增加 你要移除也不移除也就把它留著 好因為這一個剛剛的User01不是這兩個權限 不是這兩個群組之一嘛對不對 那我們呢 那剛剛的User01呢他不屬於這三個群組 所以他不會 對應這三個群組裡面的權限 所以我們來新增一個叫使用者 而不是群組 好不好 因為你用使用者的話 來獨立來做 來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直接呢按這裡按進階 這裡立即尋找 尋找什麼呢 找這個名字 我們那個名字是在USER01 是在這裡 要找這個人喔 不是User的時候知道嗎 User01 這樣看到呢 看到之後呢 點他之後按一下確定 是不是把這個使用者放到這裡來了 底下有個底線表示驗證成功 按下確定 是不是把User01加進來 好User01加進來的時候你看一下 這裡的特殊選舉權是沒得選的對不對 好所以說是不是有一個讀取 列出跟讀取 他沒有協助功能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是真的User01 就給他一個特殊的權限 管理者當然是可以完全控制 對不對 可以完全控制 所以我們是真的User01 已經給他一個特定的 三個權限 123 好我們按下確定 好這裡就可以了上一層來這邊看一下是不是 User01 就有三個 上面是改權限 這邊進階是做一個繼承的功能 好了再按一下確定 這樣就設定完了 我們回到Win10 Win10來看一下 一樣開機檔案總管 我們來連線跟剛剛的做法一樣 好一樣來連到剛剛這台機器 好按一下完成 輸入 USER01 輸入密碼 確定 一樣是不是登不進來 畫面都沒變 這時候呢我們先來看一下我這個資料夾按右鍵來做刪除 他告訴你要永久吧 是的 來看一下我們要新增一個資料夾按右鍵 新增一個資料夾 他是不是不讓你 沒有權限 對不對 好我們從SERVER這邊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SERVER這邊 好 這個11 我們看一下 我這邊不能新增 不能新增 對不對 來我們來看一下我這邊在SERVER我回到SERVER這邊 建一個資料夾 對不對 222 對不對 然後回到Win10來看一下22是不是站 我按右鍵去把它刪除 一樣不能刪 對不對 對不對 好那我們看能不能複製 我在SERVER這邊我隨便找一個檔案 對不對 隨便找個檔案 好我們把檔案呢 隨便call一個檔案 複製到我們的剛剛那個資料夾裡面 對不對11的資料夾裡面 好我們回到Win10喔 知道吧 Win10裡面你看11是有一個檔案 我把它複製 好放到我的C槽 裡面呢 這就是我稀草囉 我放在桌面好了 按右鍵選貼上 是不是可以扣過來 他可以複製 那他的權限就是什麼 就是呢 剛剛我們設定的這個權限 按右鍵選內容的安全性的權限 是不是 User01是不是可以讀取跟執行 還有列出 還有讀取 像是在這吧 等於說呢他可以copy檔案可以看檔案 但是不可以刪檔案 這個就是我給各位的 Z槽 是不是要只能下載檔案 好這是一個很簡單的應用 那這裡主要讓各位了解呢 我們的一個特性 我們的一個 共用的安全性裡面的內定值的特性 是要讓各位先了解這個內定值 然後呢你再新增一個使用者 好 那我們後面要讓各位做什麼呢 請你新增一個群組 把這個使用者加進去之後有沒有 你這個使用者把它刪掉 我們去設定群組 讓他群組的功能是像這樣子一樣 這樣懂得是吧 設定群組 那這個群組名稱呢 你只要隨便建一個名字 不居 知道吧 隨便建一個名字 好那我們先介紹到這邊